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 由大陆所主导的博敖论坛 也圆满在海南落幕了 那么对于博敖 台湾所关注的 当然是大陆呢 透过这个平台 对台湾新政府 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而对于国际来说呢 更关注的是大陆在经济和外交方面 如何主导作为亚洲大国的话语权 不过对当地人来说很实际的 最切身的感受 应该是这个论坛 让博敖这个小镇 开始在国际间发光发热 经济上的活络 现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来到博敖发展 大陆这个自2002年 开办的国际论坛 今年迈入第15年 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 和近2000名产官学界人士 参与巴士机场论坛 聚焦亚洲新活力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 亚洲新未来新活力和新愿 大陆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借着举办国际论坛 扩大朋友圈 主导亚洲的话语权 而博敖这个小镇也因此文明国际 博敖镇的人口仅有29000人 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 短短的大约只有一公里 三月的旅游淡季加上开会封岛 镇上的游客并不多 博敖鸣淳浦 偶尔还可以看到牛群 大摇大摆地穿越马路 而当地民众引以为傲的地方特产 是游客必尝的美食 但它有个不太文雅的名字 鸡屎藤 鸡屎藤它是一种植物 它的叶子用它的叶子 给我们吃饭的蛋 一起做成的 当地人最喜欢的吃法 是家境椰丝 姜丝和花生 一起煮甜汤 这个小小的农村 因为举办博敖论坛 而声名大噪 近年涌入大批来讨生活 和来过日子的外地人 这家特产店老板小陈来自江西 在旅游旺季 一天有近万人民币的营业额 现在人多了 现在也不是游客多 流动人口并不多 就是在这边养老的 买房的特别多 然后是像每年大小企业 来这边飞翼的也有一点 海南向来是北方人 冬季热门的避寒顺地 打扮时尚这两位阿姨 来自新疆 他们几年前和家乡的亲友 一起在这里买了房子 每年入冬就来博敖 等天气暖和之后 再回到北方 躲开乌鲁木齐冰封半年的冬季 一个穿一个一个 一个拉一个 一个拉一个都来了 温暖的气候和干净的空气 竟年吸引大批北方的候鸟 候鸟啊 北京太冷了是不是 我11月份过来了 11月份住到现在3月 什么时候再回北京 什么月底 博敖成了外地人度假的天堂 也有本地人因为博敖的发展 而决定辞去饭店老总 自己开酒吧咖啡屋实现梦想 这栋独特的酒吧餐厅坐落在博敖的海边 珊瑚砌城的房子 破旧的船目拼成形状各异的桌椅 还有废弃的渔船作为包厢十分独特 当时是很落后 但是就是环境很美 有了论坛以后 那这个地方的经济啊 我们的生活啊 旅游啊 都发展起来 都比以前那就已经变了一样了 土生土长的他见证了博敖的发展 不过名利双收的背后总是要付出代价 和所有出了名的城镇一样 一批批的建商涌入博敖炒地皮 盖起一栋栋当地人买不起的高楼 招揽各方投资客 而饭店业者和计程车司机 趁着博敖开会期间 狮子大开口的涨价宰客 是每年必定上演的乱象 要等会议结束送走两千多名 一年才造访一次的客人 小镇才会恢复他本来淳朴的样貌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大陆不管从国内积极发展 到娱乐产业动态 都牵动着全球目光 那么最近香港资深人洪金宝 睽違多年在职导演统 也引发了话题 老大哥出马 你可以看到几乎半个香港演艺圈的 大咖艺人都来相挺 在下一周我们就将在节目里面 专访洪金宝畅谈 他从童星出道 至今超过50年的演艺人生 也请您继续准时锁定 我们下周再会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